總統府八位設立在台北瓶館 來設立到前總統李定輝的 對蘇的會長 總統蔡英文 前一天 去現場去過兩次 來對念李正總統 再去政府總統連前 以及總統府的主政 各官民 都告中第一 前副總統連前到台北瓶館 就念前總統李定輝 慶頂以十二年 總統進來對臺灣所作的貢献 總統府主政國官民 也尊重當年 跟李前總統記憶 因為台北瓶館變成兄弟 你贊成不贊成 臺灣獨立 他第一個 馬上回到我的 他上層 立法院議長創機槍 創很多民進黨立委 作為對蘇李前總統 針對三位立委 更入所謂的佩安 受人紅包 給人受阿金 憲 以後有修法 以法辦案 這都是我們立法院的同仁 我們也感到這個難過 但是我相信司法應該秉持 勿往勿蹤的精神 總統府八月切 在台北瓶館 為李前總統設立 退出貢献 總統出院門 到了第一時間 起床第二 切實又到現場 行列退出 蔡總統特別停在 退出場看民眾下的日 並且看李前總統 擔任政策片大 表達對這位民主前輩 武漢的回憶